那还是去踢方反吧 两分钟就可以盼个点球 干什么呀 曹阳赏了 不好 今年别的不说 伤病还是挺少的 比赛走向到底要去哪 踢平吗 哇 这样能平还不错了 对面又发丢一个点球 贵州横峰 排在我们后面 贵州横峰都有谁啊 排名这么靠前 他们左边那个前锋 我不知道怎么读啊 射射网第一 郑韩文 我觉得我边后位 要不就别用后位了 还是用边峰算 找个右边前位 找左边前位 我觉得踢边后位挺好的 反正有速度 能藏住对方前叉的边峰就行 这个是塞好 进了吧 一不零 如果发案 顶佳了 机会出来了 哇 这是我1919以来经过最舒服的球 这场比赛 我们竞技踢得不错了 第二个进球很漂亮 我个人非常满意 再延下来的话 我们就很有机会 能进第一小组了 秦木鹏走了走了 好舒服啊 打圆角 耶 一比零 看起来好顺利 目前为止一高一快运作的还可以 哎呀那刘若凡的 你给阿七姆碰干什么 然后你像这种这种机会 你也不会截到这个比赛赛后视频里 也不会体现在这个数据里 因为都没有射门嘛 但其实都是好机会 哦 嗯 2 嗯 冬升 一下 那么 对 嗯 个 3比1小胜 表现最好的阿齐姆棚 早早的就帮助我们进球了 我们现在跟上海生花并列 第三第四都是82个积分 5还有五轮 而且我们有一场跟苏宁 五轮还是有机会的 而且这五轮对手不是太强 五轮里有三个蜥蜴的队伍 我们进球这么多 还是赢不下来 进球多被平衡的球也多 好几场3比3 我们接下来对手排在23 西方向垫底 我们还是主场 换到首发阵容 就这么模拟过去吧 我们其实还是需要积分 我们现在和第三名 积分是一样 主场现在占平了 我们这条防线 场场都得丢球 结果上海生花还输了 接下来还是主场 对河北 我们还是自己踢吧 我们把左边后卫 把这回家康 对河北 回家康 弹道的机会来了 这就是编后卫换成编峰的意义所在 要是原来编后卫的话 这脚射门肯定是进不了的 毕竟是踢编峰出身的 我们还让他踢前锋呢 赛季出的时候 所以他这个射门相反说 至少比那边后卫要后很多 巴斯蒂汉斯是踢后卫 赛季出的时候 进过一个 你是踢中场的吧 鼻炎的大刀 在这儿里面的身体做了 他这次也有点确定是 一边的 有点确定是 我们要用来的 再来说 这边的 脚射门肯定是 我们要用来的 肯定是 自己的 在这边 打在立柱里面也算设不正 你也统计也挺有意思 设正三次进四个球 客场对苏宁 苏宁排在这是第二 上海上滑好像又输了 我们现在零天上滑 深花四个几分 苏宁要不还是拼一下吧 虽然体能不是太好 尤苏宁投球是烂啊 就只是高而已 除了 上海青花上场比赛还是赢了 又差一个几分了 主场 有习宜的队伍 还是模拟过去吧 估计又得踢平 然后最后一轮给我们一些悬念 哇 竟然1比0小胜 这种比分我很喜欢 上海青花输了 这个剧本怎么写的这么不刺激呢 哇哇 这上海上岗拿到了冠军啊 这个预测竟然是正确的 不过这奖杯真的好大呀 我的天 这是我在非法里玩了这么多年经历生涯 各个联赛都玩过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奖杯 不过我们不关心谁拿冠军了 我关心我们可以直接升到英甲了 挺不错 之前都没给大家看过 我给大家看看这球探探出来的这些球员有多差 范围那么宽 最高就82 66 这都是什么垃圾球员 68 68 而且我们这个球探也不差 判断力是四星 然后潜力是五星 不知道为什么探出来都是这堆垃圾 这场比赛也没所谓了 随便踢一踢吧 这也跳过呗 客场二比一还赢了 话说我们客场这套防守反击的战术啊 赢球的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 虽然最后一场比赛也不重要 而且我们模拟的比赛对手也不是太强 但终究还都是赢下来 上岗最后拿了100多个几分 真可以 看看射手榜吧 排名第一是耶拉维奇 然后第二是阿基姆 第三是迪亚兹 其实他们玩很满意的 就差一个球嘛 而且两个人加起来48个球呢 助攻八塔不见最多16个 迪亚兹有14个 迈其姆也不错 10个 迈其姆别再跑了 这合同快到期了 后面阿西姆鹏 慧家康 李源一都有9个 手缘成长就不给大家看了 手缘没什么成长 可能成长不错 就迪亚兹还有刘若凡吧 刘若凡刚来的时候65吗 现在70了 阿西姆鹏已经到80了 迪亚兹长到已经快78了 刚来说73还是74